2022年的8月18号凌晨 我船于黑咕隆咚之中就起毛金银水 开始过巴拿马运河了 大家别着急哈 等一会儿天就亮了 那看到的前边那片灯火通明的地方了吗 那个就是著名的嘉通船闸 一共有连续三道 过了之后呢就进入嘉通湖了 那就在我船过第二道船闸的时候 天已经亮了 大家看这个就是嘉通船闸这一侧的景色 那为什么要过船闸呢 是因为水位的原因 嘉通这三道船闸将船只提升了大概26米 大家仔细看画面的两边 我们找个参照物看 就是左边的那个塔吧 很明显船是在抬升的 然后再来到第三道船闸 同样我们也看到这个水位也在上升 上升到一定高度呢就出闸了 进入到嘉通湖 这个嘉通湖啊 它是由查格雷斯河 这河上有一个水坝 叫嘉通水坝 它兰绪而称的 湖水呢是来自于它东边的马灯湖 这个马灯湖上同样也有一个水坝也拦着 那这个嘉通湖呢就这样形成的 总面积是425平方公里 水深是14米到26米不等 那么我们刚才是从嘉通水闸这边出来的 那么这是起点 它一直到有一个大陆的一个分水岭 叫盖拉德人工渠 一直到入口叫干巴这么个地方 这个总长度是37公里 这个画面就是盖拉德人工渠 你别看它叫盖拉德 它还真不是盖的 为什么呢 人工渠 大家想想看 人工渠那肯定是人挖出来的 大家看趋着拐弯的 很窄很长 有多长呢 它总长是13公里 一直通到下一个闸口 它两边也都是丛林 可是你别看它窄 别看它是丛林 我们还路过一个小镇子来 大家来看看这个小镇子 这里就是了 这好像就是刚才说的 入口的那个叫干巴拉的地方吧 但是从船上角度看着 这么小啊 就跟基木搭的一样一个小玩具 咱也别干巴 也别盖德拉了 不好记啊 咱叫它玩具城的了 这边还有个铁路桥 过小火车用的 那出了这个玩具城呢 一路向前 再过一个叫米拉佛洛雷斯的船闸 然后再路过巴拿马城 就进入太平洋了 那要不咱们这样吧 我把整个过巴拿马运河的过程呢 就这样播放给大家看 咱们从黑咕隆咚开始 一直到那边太平洋 那边的出口为止 咱们边看边聊 大家说怎么样呢 这个巴拿马运河啊 它是世界上七大工程的奇迹之一 有着黄金水道和世界桥梁的美誉 目前呢 全球有5%以上的货物 航运是要经过巴拿马运河的 它连接的是大西洋和太平洋 而且呢也被视为南北美洲的分界线 这条运河呢是1914年8月15日正式通航的 实际上早在1881年呢就开始开凿了 最早是法国人开始施工的 后来又交由美国人接手 一直到它开动为止 在2016年的6月份 扩建完成建立了新的船渣 这个新船渣长427米 宽度是55米 水深呢是18.3米 那以前呢 那个宽33.5米的老船渣呢 也是并存的 并没有废弃 那当初这法国人 为什么要把好不容易拿到的租让权和开凿权 就这么轻易的交给美国人呢 背景很复杂 原因也是众多的 主要就有那么几点吧 第一个呢 法国人啊 他机械的照搬照套 苏伊士运河开凿的经验 把那个成功的经验呢 就拿到巴拿马来 他对巴拿马特殊的地形 严重估计不足 并没有做更为详细的调研 就草率的开始施工了 因为这个巴拿马啊 它是一个这个地侠地带啊 它是热带雨林的气候 潮湿闷热 丛林密布 独虫遍地 你当时去了多少人呢 去开凿呢 四万多人 这四万多人啊 去了就没干别的 每天工作是八小时 它有七个半小时在打蚊子 大家想想看 这四万多人跟蚊子掐架 那场面是颇为壮观的 使得巴拿马地下两岸 顿时响起了一片啪啪之声 另外呢 这个炎热的天气 也使得瘟疫流行 夺走了大批工人的生命 咱们不夸张地说啊 当时这个巴拿马这个地方啊 就是个人间地狱了 第二点 比蚊子更为可怕的 就是人为的食物 这法国人啊 他以为跟苏伊士运河一样的 他开造一个海平式的运河 就OK了 可是这四万多人打了租租 得有四年蚊子之后才发现 这个太平洋的这一端啊 比大西洋的那一端啊 要高出来大概二十到五十厘米 这下可弯犊子咯 这是个致命的打击啊 后来又加上资金短缺这个问题 当时的哥伦比亚政府 后来独立的巴拿马人 还有寄予已久的美国人介入 种种原因吧 但长话短说 最后也是没有办法 这法国人只好将运河的 开造权和租赏权 就转交给美国了 这蚊子他可不管你是哪国人啊 你谁来了都一样 照耀不误 于是乎美国人来了之后呢 第一件事 就是开展了一场 轰轰烈烈的灭瘟行动 打完蚊子开挖 花了巨额的成本 最后终于开通了运河 可是这天下哪里有免费的午餐 大家想想看 那是前前后后 两百多亿美元的投入啊 1903年 美国和巴拿马政府 就签订了美马条约 就是专门针对这条运河的 运河是属于美国永久占领和控制 到了1978年的时候 美国打算签订一个条约 要交还运河给巴拿马政府 在这个时候 美国舆论上下一片哗然 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巴拿马政府 以维修为理由 关闭运河 请问你国会该怎么办 那当时的总统安全事务助理 有一句名言 是这样说的 他说如果是那样 美国军队就会去关闭 并且维修巴拿马政府 这是典型的人狠话不多 就这么一句话 全消停了 不管怎样吧 到后来经过巴拿马人不懈的斗争和坚持 终于在1999年12月31日 全面拿回了运河的主导券 也确实是不容易 所以巴拿马人对其政府 国家 还有这条运河 都是相当在意和珍惜的 我这次过运河 有件事情值得一说 也从侧面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早上我船在船闸等候水位上升的时候 这时候老船长就去吃早餐了 我们俩是轮流吃的 我已经吃过了 这时候巴拿马的饮水员就跟我说 说船长你船尾的旗子有些破旧 我船是巴拿马国籍的 所以是挂巴拿马旗在船尾 他说你这个旗子有些破旧 能不能安排人手去更换一下呢 我估计是船尾当地的代览工人 向他报告的吧 于是我就答应了 就安排实习生去换一个新的旗子 并且拍照留存 换好了之后 我一看照片那个旧的旗子 其实并没有破损呢 它只是风吹日晒 显得有些发旧而已 那我也把新换好的那旗子的照片 给这位银水员先生看了 他当时看完之后是非常高兴 一个劲的道谢 所以由此也看得出来 当地人确实对其国家的形象呢 是很在意的 那这时候呢 大家看这个画面啊 来了一片云彩 带来了一片暴雨 所以说这个巴拿马这个地方啊 确实潮湿闷热 这个雨说下就下 说走就走 你看现在又晴了 大家看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出口的这边的一个船闸 这个船闸叫米拉佛洛雷斯 这个船闸 这个就跟加通船闸不一样了 它这个闸的水位是下降的 大家看这个画面 还看右边的那个塔啊 水位是下降的 也就是说中间的加通湖 还有那个人工渠 它的水位呢 是高于两边海平面的 而两边的海平面呢 又相差二十多厘米 也有说五十多厘米的 反正不管多少吧 总而言之 两边是有水位差的 那两边都是大洋 按理说水位应该是一样高度啊 它为什么有水位差呢 经过研究发现 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个是太平洋端的雨量 十分充沛 刚才不就下雨了吗 太平洋端的岩分浓度 也因此就低于大西洋那边了 海水的密度变小 相对的体积就会变大 因此海平面就产生了水位差 第二个呢 是太平洋那边的信封 对升高水位 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大西洋那边 瑰纳亚洋流沿着巴拿马 北侧海域向西 就流向了墨西哥湾 而这股海流 所产生的水位倾斜 也使得了巴拿马运河 在大西洋那一边的 沿岸水域的水位就降低了 那最后再来说一下 过河的费用吧 它的计算办法 应该是和苏伊士运河差不多的 是根据运河吨位来计算的 你像我们这样大小的船 巴拿马运河吨位 是11万3000多吨 单向通过一次运河的费用 大概是60万美金左右 那随着新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呢 船只的通过量也增加了 每年能给巴拿马政府带来 约20亿美元的收入 那我船从北端的防波堤入口 一直到这边的航道出口 总共历时12小时 总航程45海里 有三批银水员上下 那这期呢 是对巴拿马运河的一个笼统的介绍 至于它的细节呢 我将在以后的节目中 逐步给大家展现 那好 咱们这期就聊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 下期再见